刚刚有出去一下 出去的时候还在下毛毛细雨 但是呢 现在已经外面太阳又出来了 我的房间里面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了太阳光 但是算上是夕阳了 在一天的最后一个时刻 太阳从西边露了出来 当当 这个老板 写的字还挺好看的 你看就是一个文化 7.5磅 66块钱 虽然说只是一个盖饭 但是我觉得 在英国这种地方 能够吃到一餐 就是比较正宗的菜 我觉得66块钱也值了 天啊 我真的好开心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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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哭了 我真的好激动 我真的好激动啊 天呐 这个看起来也太正宗了吧 天呐 这个真的是让我 特别特别特别的激动 这个干辣椒 我都想把那些干辣椒 全部挑出来 下一顿自己做饭的时候 把它夹进去 不停的在吞口上 不停的在吞口上 闭上眼睛 我还觉得我得上好 哇 这里面真的有皮鲜 豆瓣酱的味道 太好吃了 这个真的是我 来到这里来了之后 吃的第一顿 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顿 我觉得好吃的 包括我自己做的 都很难吃 这真的太好吃 强烈建议 带格拉斯哥的朋友们 去加这个老板的微信 如果有格拉斯哥 新生群的小伙伴 可以在群里面去问 这家餐厅叫做旺角 就是香港的那个旺角 全部都吃完了 吃了一些饭 等我的室友聊天 才发现 我们厨房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些碗啊 碗架呀 还有这些所有细节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们来了之后 自己买的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厨房自带的嘛 所以我就 我还用了很多杯子啊 碟子啊之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 挺愧疚的 我问他们多少钱 他们也说 就是不让我出钱嘛 所以我昨天啊 昨天就在亚马逊上下单了一个 咖啡机 我就想着我们 什么东西都有了嘛 就是什么烧水的呀 还有那个厨土 那个什么烤吐司的 全都有了 所以我就想着 我就买一个咖啡机好了 今天就到了嘛 然后咖啡机里面 我还顺带一起买了这个咖啡 它有六包 然后咖啡机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它长着两个咖啡层 因为它就玻璃了 我想着我们人多 所以就买了一个容量比较大的 有1.8酸黄银 1.8酸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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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这样 八AUDI vadăÍ 2.8酸黄银 2.10 2.1 15 vind 10 12.7